据《无锡日报》29日消息 10月28日 在第四届江淫发展大会上 于敏洪发言称 他前一天回老家 给村上的老人 每人给了2000元 他表示 落叶归根他原本只认为是失忆的表达 但是没想到年龄开始变大的时候 对家乡的思念就会越来越浓 另据《无锡日报》29日消息 10日28日 于敏洪和董雨晖东方甄选看世界专场直播 走进无锡 这场直播推介 让无锡的城市话题度瞬间拉满 公开资料显示 1962年生 江苏江淫人 新东方创始人 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想为家乡做点事 据《无锡日报》29日报道 10月28日 第四届江淫发展大会 及2023经贸洽谈会隆重开幕 江淫邀请在外发展的江淫儿女 相聚故乡 共化桑子情 共谋发展计 情细江淫共创未来 在江淫发展大会上接受专访时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敏洪 笑谈故乡情怀 于敏洪在发言中提到 江淫当然是我唯一的故乡 昨天27日 还回到老家看了看 也给村上的老人 每人给了2000元 人是很奇怪的 夜落归根原来我认为 只是一种失忆的表达 但是没想到年龄开始变大的时候 对家乡的思念就会越来越浓 那我也在想能为家乡再做点什么 确实我们是可以联合起来做点事情的 一个是我的投资公司 本就在江淫 新东方在未来的五年左右的文旅投资 大概是要做到50亿元到100亿元 第二块就是农产品和生活用品的销售 咱们江淫造的生活用品其实挺多的 我愿意意志无常的为江淫的品牌做宣传 我还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可能的话 帮江淫办一所旅游学院 叫做徐霞克旅游学院 我觉得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 比我们江淫更适合做文旅学院的 因为徐霞克这个名字比什么都强 凭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继续跟家乡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 用我能调动的资源 尽可能为家乡做点事情 据媒体报道 于敏红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改善中国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关注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 因此他选择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母校北大 并表示这是对母校培养他成才的回报 据了解 新东方公益基金会 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起 于2015年11月3日正式成立 2019年被评为4A级社会组织 基金会旨在通过公益的形式 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促进教育公平 使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共享 东方甄选开卖会员 继次借APP拖斗入逃后 东方甄选又有了新动作 10月17日 东方甄选官宣上线付费会员制度 会员费为199元每年 事实上 早在今年1月的财报电话会上 东方甄选CEO孙东旭就提及 搭建付费会员体系一事 会员功能将通过自建APP实现 为东方甄选的客户 量身定制专属的功能和服务 如今设想变成了现实 作为全网第一家 实行付费会员制度的直播机构 东方甄选能否让屏幕前的消费者 为会员年费买单 今天18日刚开通就省了50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10月18日 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观察到 很多东方甄选的铁粉 在会员制推出首日 便分享出了购买会员截图 但仍有很多消费者 因会员废望而却步 价格和山姆会员相差也不大 但产品数量和山姆相差很大 一位曾有意向购买东方甄选会员的消费者 向记者这样解释 对于东方甄选在行业中走出的第一步 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会员制的运营策略 能够提升东方甄选独立APP的销售 符合东方甄选多渠道的既定战略 会员制一方面可以收取会员费 获得确定性的利润 另一方面能更好地提升用户的忠诚度 而且能够精准预测用户的需求 和降低自营存货风险提高动销率 他补充 东方甄选在反脆弱布局上的努力 向来是有目共睹的 在抖音扩充旗下子账号 建设自由APP 入住淘宝直播 不难看出 如今推出的会员制 也是为了将用户更多 更好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稳定其私欲流量 今年7月 东方甄选首次在自营APP内 开启了直播带货 这被认为是东方甄选摆脱 抖音依赖的重要一步 不过 东方甄选在自营APP内 采取的策略相对保守 自营APP日常虽然保持直播状态 但东方甄选真正能带动 销量的当红主播 较少出现在自营APP中 他们的日常直播 仍以抖音平台为主 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 2023财年东方甄选的GMV 已经达到100亿元 其中来自抖音的GMV占据 绝大部分 从近期情况来看 东方甄选的主要流量 也仍来源于抖音 根据第三方平台缠妈妈数据 近30天 东方甄选抖音直播间 日均销售额在1000万元 至2500万元之间 销售额在抖音平台 仍然位居前三之列 抖音和自营渠道之外 东方甄选今年8月29日 开启了在淘宝平台的首场直播 这场直播的GMV高达1.75亿元 目前 东方甄选在淘宝平台的直播 也已常态化 截至上周五收盘 东方甄选 HK01797大涨6.23% 报收32.4港元 总市值328.7亿港元